大家好 讓我介紹一下這個MariPro 收到貨的時候 最重要是拆掉所有保護貼 但也要看清楚 裡面的指示 我們先拆掉 DJI做得很細心 連這個保護罩也有保護貼 保護著 防止它是花的 不要不見 留意 回來的時候沒有幫你安裝掌 是不是漏了呢? 我想不是的 讓你第一時間學會怎樣安裝掌 有一個白圈的 有一個帽子 安裝掌的時候留意 這裡有個馬達 馬達有一個白色的圈 圈圈圈著的 讓你適別 要對應有白色圈的 掌的 看不見 這樣就不要搞錯了 套下去之後 因為有個彈工軸的 你要輕輕按下去 然後扭 會卡住之後 就成功了 同樣 這裡沒有白色圈的 對著沒有白色圈的掌 同樣 同樣 放進去 拿著 馬達 跟方向 卡住 這樣就成功了 很簡單 其實都很像一隻蟹蓋 蟹蓋 像不像 機身又像龍蝦身 拆起來都是海鮮餐 好了 看看保護罩怎麼拆 這裡有一個按鈕 看不看 按下去 就揭出來 那什麼時候才用的保護罩呢 就看你視乎 你想保護鏡頭 或者你用Sports Mode的時候 飛得快 怕撞機 炒機的時候 就保護它 又或者大部 防止潮濕的時候 你就用它 但是很多人都不用 因為始終它有 塑膠 那個層面 會影響到 清晰度 有很多人都不用 但是不要丟掉它 好 另外拆完之後 你記住 記住 這裡還有一個鎖 就要拆掉它 在這裡 慢慢慢慢退出來了 拆掉它 這個基本上都是 把這個鏡頭 定了位置 不要等它 在 袋子裡面 拼來拼去 也是很重要的 留意 始終這裡是脆弱部分 盡量避免撞擊這個位置 就耐用很多了 展示一下腳 先 好 打開 這裡有一個彈光膠 放手的時候 它自動已經彈好了 它是這樣擺動下來的 注意 起飛之前 需要不需要 一定要打開 的液 其實也不用 它在旋轉的時候 有離心力 就將那些 葉片 就會打開 當然 你想 安心一點 你就照樣打開 電池位置 有兩個按鈕 當我們大力 騎進去的時候 拆開就可以 鬆開 同樣放進去 對正的位置 聽到卡一聲的時候 很準確地 放回電池 放進去 電池位置 看看這個位置 在機器的右邊 有一個SD卡 可以插進去 是MicroSD卡 也可以 有一個按鈕 可以拍去Wi-Fi 控制 不用控制 控制 用手機 或者平板電腦 去控制 機器的左手面 也有一個蓋 看看 原來是USB的扣子 來的 相信都是給你 升級 或者設定 用的 介紹一下 remote control 上面 天線 很緊 因為 它設計了一個 部分 為了 天線 收得最貼 可以回覆機身 所以 初初的時候 很怕拍斷 你向上 按一按 其實它都可以鬆 而 下面 這裡 有一個 扣子 其實 放出來 就放 你的手機電話 這裡有個位置 就是用來插電話 有不同的頭 你可以換回 Apple iPhone 的話 你不就用回 90頭 其他那些用回 USB頭 開機程序 首先 就著了remote 的 HOLD 之後 按住 HOLD 2秒 有音樂聲 好聽 好 接著 就要留意 就開了 Apps 新機的緣故 我們一定要看熟 Menu 然後才可以去起飛 所以 現在就暫時去到這裡 可以 入口 可以 可以 做到 再打開 一個 水 攪拌 放開 大小 大小 小 米 香楼 炒水 把香蕉 再复制 放入 干燥 和小麦粉 薄粉 白糖 细备 放入在発酵母 中豚 内皮 分泌風呈 bag 和 牛肉 很難切 堆 和 牛肉 混合 炒船 一 多多 quy 麦 薄 肉 例 跟 牛肉 和 牛肉 整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